台北藝術博覽會展覽 嗨 大家好 我是藝術家洛展棚 我的作品不斷地在世界各地受邀展出 並屢獲多項國際殊榮 二月剛結束在洛杉磯的LAR Show 今年也將在比利時的Verdine Gallery 兩間日本畫廊Gallery Smile 還有Gallery Suchi展出作品 十月則會在台北藝術博覽會展覽 也歡迎各位前來觀賞 這是我在Yota的第三堂繪畫課 有些人會問我 作為職業藝術家 總是忙著準備世界各地的展覽 投入創作 為什麼還願意不斷地抽出時間 將自己在創作中所探尋的經驗 整理成一堂堂正統專業的課程給各位 因為從事教學以後 我得到了很多學員的反饋 我認為我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 能夠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帶給別人正面的貢獻 讓我在創作的過程中格外的有成就感 同時我也心懷感謝 這次的素描課 我會以人物肖像太窄智為主題 模擬藝術巨匠達文希的訓練模式 帶領各位深入的觀察 理解我的創作路徑 課程奠基於第一堂人像素描課的內容上 是更為進階的素描教學 上過前一堂課的同學 能更進一步地詮釋人物的血肉與靈魂 我們去追求技法與意識融為一體的過程 而新來的同學 則能夠擷取到以往不同的素描學習體驗 有別一般的素援課程 我會以嚴謹的角度深入剖析 骨骼結構肌肉的紋理 引導大家了解人物進入創作的狀態 對藝術生感興趣的你 能藉著這一堂單元型課程輕盈的學習 感受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的觀察 完整地掌握骨骼肌肉外表 乃至於人物的神情的描繪 素描是對這個世界洞察的練習 而練習從來不是一處可救 我是羅展鵬 邀請你與我一起進入藝術的一段旅程 用手畫出深刻的人物肖像 寫作詞